当地时间27号中午 国务院总理李强在首尔与韩国总统尹熙月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共同出席第八届中日韩工商峰会并致辞 李强表示 习近平主席用《亲程慧荣》四个字 凝练概括了中国的周边外交理念 中日韩在地理上一一带水 在经济上深度融合 在文化上渊源相通 决定了我们应当做和平有爱的近邻 携手发展的近邻 心灵契合的近邻 中方愿同韩方日方携手努力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持续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 不断促进利益相容 人民相亲命运相连 带动本地区一体化加速推进 进一步开创和平稳定 发展繁荣的新局面 李强表示 广大企业家在推动中日韩经贸 及各领域交流合作中 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希望大家把握经济全球化大势 深化产业协作 不断提升互联互通水平 和要素配置效率 做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维护者 把握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势 加强联合研发协同攻关 共同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竞争力提升 做深化创新合作的推动者 把握人类文明交融发展大势 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积极支持民间交往 做拓展人文交流的促进者 三国工商界和政府代表 约240人出席峰会 吴正龙出席上述活动 当天 李强结束相关活动 离开首尔时 韩国政府高级官员和中国驻韩国大使 邢海明等到机场送行